那當然啦 在選前至少減掉 他們維持了一個不介入選舉的 這樣的一個空窗期 那時候輿論聲浪很大 幾乎是一個未審先判 而且證據力似乎非常鞏固的一個案情 那至少他們留著選舉過後 他們發動這樣一個動作 而這個動作可以封為大動作 當然這個在辦重大貪腐案的時候 才有這樣的一個繽紛多路 而且大家要注意 高宏安十二月二十五號才就職 是 現在他還在立法院 他是立委 立委 那我們都知道國會享有保護傘 那你要在他卸除立委職務 他去就職之後 你在大規模的偵辦都無可厚非 可是檢方敢深入虎穴 他直接在他有享有國會立委保護傘的 這種當下 他兵分多路進到他的辦公室 進到他的住家 而且帶走他辦公室主任 本來只有一個高宏安是被告 後來他的男友包括小編 包括助理除了這個小兔之外 小兔已經提供那個攻擊金的內臟了 然後說助理們全部現在按照今天的新聞報導 全部都被列為被告 被告就不僅止於我們在選前停留在他自案 他自案關係的 一有行政力 政治力介入可能就簽結 沒事情 這不一樣 所以你不管從他現在冒出來了 有零員助理 零員助理什麼概念 零員助理就等於就接近人頭助理 你不是掛人頭 你怎麼拿不到薪水 對不對 那是不是攻擊金可以成立 攻擊金會被牽扯到就是說 你的這個加班費低薪高報 那還有就是說 你是不是把這個應該不能支配的 所謂的助理費用 公費 你挪用到其他他用 而且上個禮拜 我們才談這個案子的時候 我們看到密密麻麻又是一行一行的內臟 就是小兔這邊 就是他的辦公室助理 就是提供內臟 你看我特別那時候在櫃節目 標出來兩行 其中一行就是謝立公是民眾黨的秘書長 你請吃飯 你看你有沒有拿到高宏安立委 辦公室由他的攻擊金裡面 拿去支配拿去報仗 那之前只是洗頭啊 高宏安洗頭 公司併用了嘛 那你現在如果連民眾黨秘書長 你在外面的餐驗九千多塊 將近一萬塊 你都拿給高宏安報 那就坐實了 民眾黨似乎是寄生國會 他沒錢 那是不是由你這個立委 每個人有個quota 那就坐實了 可是謝立公偏偏有個大動作 他的大動作 現在被民眾黨跟他自己解釋說 都是你們誇大 我告訴大家沒有 因為這個時候 你就算是不救高宏安 你不吞了這一筆 但是至少不要打 你們落水狗 因為他是掛你民眾黨參選當選的新竹市長還沒有就任 那你就說不是 我只是硬要做賠的 那就代表說這筆就是你高宏安 那是高宏安說謊了 高宏安你又挪用工費的助理的薪資工基金裡面的錢 你在外面參緒你就掛我的名字去報了嗎 那這某種程度是落井下死 而且注意兩個時間點 一個就是十二月二十五號是就職日 他如果下面就緊鑼密鼓 你看這當大案在偵辦有沒有可能生壓禁見 他如果在接案狀況 他是不能就職 是 那你高宏安辛辛苦苦好不容易 這個帶著鋼匯往前衝 在火網中好不容易當選新竹市市長 你不能就職 第二個這個案子感覺不會拖 這個案子感覺大辦特辦 而且快辦素辦 就是說如果他一旦有事的話 那兩年內要等於要補選 那就代表什麼意思 好如果我是民進黨 我們也是拼勞命 我們想要得到這一席 沈慧紅是比你差嗎 何況你這個貪污犯 你竟然民眾還選民還投九萬八千票給你 他會想辦法把他拉下來 你如果想辦法拉下來的話 他選上跟沒選上 其實是一樣的意思 那一席還是會落回民進黨的手裡 這是我們一個政治解讀 不以為我就等同於指控說 郵件和介入司法的可能性 因為你知道不是那麼單純 不是只有司法一線在辦 你就看那個輿論 你看那個媒體 我就想說一個當選新竹市市長 他要用什麼人 他應該有自主人事權 他要用哪個副市長什麼 沒有 媒體並不因為他已經當選 這場選舉已經結束了 我那個也講說 為什麼他都當選了 大家還這麼關心他的案子 而且那時候不是每天有司法 每天都有都有爆料的 對 你就算是好 有新聞你報 沒有 每天還是鋪天蓋地 跟那個選前殺法是一樣的 那還有那個所謂的高鴻安 他始終陷於這個泥鬧當中 所以我是覺得過得了選舉 可能過不了司法 在這個就案情來研判的話 那高鴻安未來前途未捕 那可能就說快的話 你就看到是不是有更高潮 跌起的劇情 收壓 那他就可能從雲端 雲端瞬間掉到地上了 而且他一個政治人物 他有魅力 他經過神話那個空間 幾乎被壓縮 從他一開始選舉就沒有了 他瞬間被打入貪污犯 為什麼先判的 就輿論定罪的 這個所謂的貪污犯 然後沒有享受到 這個就職的喜悅 更沒有發展大展紅圖 什麼百日就職的這個新政 發揮的這個機會 他可能就一直被司法的 絞肉機給一直繳 只是看他把他繳到什麼地步 OK 在選前 大家看到這所有的 包括媒體的報導 這些就沸沸喪喪 一直到今天 你看到檢調正式的一些動作 這檢調正式的動作 就是媒體一大早 其實非常多的媒體 就聚集在立法院 然後在高華安委員的辦公室 在等著所有相關的一些訊息 因為一大早出來的新聞 當然就講說 大概有六七名的檢調 直接到立法院 然後進了立法院以後 到高華安委員的辦公室 包括搜索 包括要帶人回去約談 所以這過程當中 大概是九點三十五分左右的時候 到高華安委員的國會辦公室 搜索了大概兩個小時 將辦公室主任 陳華宇跟兩人助理帶回調查 高華安委員在十點左右 進入北極站的約談 然後十一點半的時候 李中庭也抵達 如果照這來看的話 因為高華安委員跟李中庭 可能那時候不在辦公室 OK 那反正就是約談 他們可能一般的程序是這樣啦 我大概都知道 你們在什麼樣一些的地方 OK 然後包括除了在辦公室 然後這些人都會帶著約談通知書 然後到了那個以後 只要到譬如說你是在家 或什麼他就直接到家裡 或就直接約談通知書給你 說不好意思 那今天想要麻煩你跟我們走一趟 一般來講啦 你可以跟他講說我現在很忙 好不好 那可不可以再晚一點點 那他當然也許會有磋商的時間 可是如果他直接到那邊 拿約談通知書 通常會希望 除非有天大的事 要不然的話就直接去約談 那這個時候 我相信這幾天 高委員包括辦公室 包括高委員 他們所有的人 大概律師團全部都準備好的 我們當律師就是這樣 有案子你知道在進行的時候 你一定就是大家都在等 等著什麼時候 那個電話一響 你就知道 就直接到北極 或是到飼料站 然後陪著當事人去做約談 然後到那個地方去約談以後 一般來講的話 到了北極去約談這些 當然有人問了民眾黨團 就跟你講說大家不用特別渲染 依照檢調程序 尊重調查 讓司法還原真相 那涉及的案件 那媒體上從選前一直到現在 當然一個就是有沒有人頭 所謂的詐領公費助理 還有所謂的公基金 這可能會有沒有涉及到 貪污自罪條例 委嘗文書案子 資测會中間有提到 包括各位知道 那時候不是講說 那個亞歷斯 他的那個新興納提的那個論文 是不是有抄襲到 有沒有這樣一些問題 還有一個是 高官官在任職期間 有兩個專利交給業者申請 沒有是以資测會去申請 好那資测會告背信 這幾個案子 其實大概大家會切開看 因為重點可能都擺在這樣一些地方 因為如果這兩個 大概也不用去叫助理去問 也不用 應該大概都集中在這幾個案子上面 包括有沒有詐領助理費 包括有沒有公基金 所有這些案子 那剛才講的是在立法院 光潔剛一直講 立委的身份 你到立法院裡面 要去做搜索 要去什麼 這在國內來講 是非常罕見的 因為你一定會尊重立法院 立委OK 他要保護傘 那為什麼會是在這個時候 要做這樣一些的動作 有任何什麼樣一些考量嗎 而現在大家全部都擺在 高官潔剛特別講 12月25號宣誓就職 如果被申請羈押 如果有羈押禁件的話 那當然那就根本不可能 如果沒有 今天會有無保請回嗎 有交保嗎 有限制住居嗎 有任何這些動作 而這些動作 對於未來高洪安 包括整個民眾黨 政治前途會是什麼 一些考量 因為現在看起來 在立委 然後去搜索立法院 這是要經過立法院同意的 所以一般來講的話 檢調不會惹這種麻煩嗎 要不然我就在修會期 我很少會在會期中間 去做這樣一些事情 所以這麼大一些的動作 包括他如果真的以審定罪的話 那這些是不是都跟後續 整個政治上面都有影響